学院排排座周一才刚拍完的毕业照 但拿来当毛治国新内阁的新生合照 竟然也可以 因为真的走人的 只有江仪化和文化部长龙一台 多数阁员几乎全都留任 被批评是换汤不换药 今天会一致发布好不好 今天会一致发布 我想其他的问题 我们礼拜一会有记者会在台 新内阁下周一上任 副格魁敲定由科技部长张善正出任 只是毛治国接任格魁 引爆栏尾反弹风暴再扩大 尽管马总统解释 有征询过彭总裁 但遭到婉拒 波立委却爆料 马总统找内阁 竟然是先找了毛治国 才电话征询彭淮南 根本没有诚意 说一定是我们立法委员 大家去推荐了以后 才被动的去找 国民党党团的会议当中 行政院毛副院长 也每一次都七年参加 可是我的印象 他没有解决问题 隔魁人群问题引爆了 蓝委对马总统的怒气 磨刀祸祸祸 要检讨党政运作 甚至呛瞎要走自己的路 蓝委未来是否会替 毛内阁马总统政策护航 丢了党主席的马总统 还有多少影响力 后马时代风云变色 风暴正要展开 最新时事就在新闻面对面 马总统介绍 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好 现在叫最新媒体员郑佩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最新媒体员黄光琴 大家晚安 新闻工作者温生 主持人好 各位好 最新媒体员周玉寇 大家好 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 大家晚安 是Nonews所编辑抗认俊 总好他好 好 那平常讲 从上个礼拜五 我们录完以后一直到这个礼拜五 是 这过程所发生的事情 变化好大 请问有谁在礼拜六以前 预估到结果会是今天这个场面 柯姐有没有预估到会这样 6度5比1 然后变成这样 没有 都没有遇到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对 我是想 大概如果连我们节目现场的 这些来宾都没有顾到 观众朋友 你就不用太讶异 好不好 那就表示你更不可能会顾得到 因为大家对于 所有的选情都是这么了解 对于所有的政坛这么了解 都会发生这种状况 所以也就难怪在1129那天晚上 连马主席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没有想到 怎么会当初拟了这么多方案 小书 小赢 大书 大赢 中书 中赢 没有想到 就从来没有想过这样 而且 柯姐 但是从这礼拜 上礼拜到现在 你看 所有一切 本来可能发生混乱状况 全部都已经米平了 行政院长也有了 党主席也有人带了 什么事都已经过了 是这样吗 反正那个战争过后 或是台风过后之后的废墟 长得也差不多呀 只不过就是说 你这个砖头发明 你强风过后 尤其战场上 我们是看电影了 我还没那么悲惨 经过实际的战场 那就是那个样 废墟长就是废墟啊 那这个1129完以后的废墟 一直到现在 也就是另外一种废墟而已啊 那我觉得这个 在1129这一天 很多形容 包括那个光琴的 叫做什么灭口 留一个火口 一丝小香火 大屠杀 这个家伙的灭门邪案 我看到一个更有趣的 他说这叫 1129台湾平民 秘密谋杀行动 就秘密投票啊 那就是 所以谋杀完毕 就是这样子 那废墟之后 总是要有一段时间 来这个复原 那这个复原的状态 就是差不多 这时我想到 我父亲在生前的时候 告诉我说 那时候我们对日战争啊 这个不是得胜了 得胜了之后 不是要所谓 也叫复原嘛 要回家乡 那军队回家乡的时候呢 为什么共产党会 趁势崛起 国民党会婴儿采败 这个人讲到战争跟历史 特别高兴 就是嘛 就是因为国民党军 在复原的这个过程当中 冰皮 这个麻衰 然后这个所有的装备 什么都没有之外 也就罢了 还到了各个乡下 这个地区 去还抢人家明天的东西 因为自己东西都没了 我妈妈亲自告诉我说 就在战后 抗战胜利之后 那段时间里面 共产党到他们的 这个乡下农村的时候 都是带米去的 不过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在前一个 抢了前一个到下一个 这个村子里来 可是我母亲说 哇就在那个时候 那个所有大家都这样 口耳相当说 共产党真好啊 不像国军刚刚来完以后 还真的烧杀 烧杀辱略也 还有强暴也 就是那一段时间里面 国民党为什么一直沉沦下去 就是四五年以后的那个 废墟中的废墟啊 我这样讲是蛮难过 我不是说现在的国民党 已经到这种 我刚才讲的那个烧杀辱略 因为我的国民党里面的 很多的奶奶爷爷 叔叔伯伯 现在都已经告诉我们 他们的承重力 他们的承受力 已经到了极致了 希望我们能够多给一点鼓励 那我觉得人就是一定要 置之死地而后生嘛 所以我先讲那个死地的状况 你不觉得吗 就是说那个战后四五年 一直到四八年 历经了三年的时间 国民党才发生了 徐邦会战 怀下战役之后 才开始彻底被毁灭 所以我很悲观的预测 现在还没有到徐邦会战的时候 还没有到徐邦 现在恐怕就是1945年 国民党虽然战胜 但是国民党那时候是惨胜啊 然后人家对方的共产党阵营 经过延安的十年 你去过 那个柯P去过延安 我去过延安两次 看那个延安的那个博物馆里面 讲到他们在这十年 生聚教训的这段过程 而且媒体也特别喜欢 那个时候的毛泽东 共产党的新生 跟现在台湾的那个 我当然不是讲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 人家正在崛起当中 然后一个国民党打得惨胜之后呢 在整个的复原过程里面 民心尽失 然后呢 发生什么事呢 现在的北平屋战事啊 里面演的那个孔宋家族 还在打 还在吃这个国家的 这个发国难财 还在搞民间的物资的 这种贪污啊 腐败 然后发生什么事 蒋经国不是打老虎 打失败了吗 对不对 那就一片这个哀鸣之声 最后只好被赶到台湾 来做复兴基地 我讲这个的意思 其实就是因为昨天啊 前天啊 中常会上的 中国国民党的那个场面 真是令非常多人 错愕 触目啊 那个场面 不也很像那种废墟中的废墟吗 一个追思礼拜一般 然后 党里面的发言 跟这个事后对于 很多事情的解释 都是非常的捉襟见肘 其实现在时代不同了 我还是希望国民党当局能够振作起来 可是我相信短期之内仍然是灰色一片 因为马英九总统现在的心情跟他的状态 我讲一个比较难听的一句话 真的就像上家之权 这个是我对这件事情的观察 我讲这些话其实都是非常痛心的 我跟马英九总统很早就认识 因为别人比较早进入媒体 他做研考会主委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他 是东升旭日一般的马英九 现在呢 现在的他变成上家之权 其实回想当天那个场面 我访问他的时候1989年 1月13号 我还记得蒋经国先生去世一周年 在行政院研考会的办公室里 他吊着眼泪 可是那个眼泪 是程序的眼泪 是船接的眼泪 那个眼泪造就了后来的 马英九的明星总统的地位 现在呢 现在的马英九掉都掉不出眼泪来 这才是最悲哀的地方 需要这样子吗 需要吗 拜托我再说一次 你们这些男子和大丈夫 站起来好不好 可是高姐刚刚讲说 还没有打到徐邦会战 那意思就是现在看到 因为大家都在讲说2014这仗打完 该不会对国民党来讲 2016都快打完了 因为2016是包括中央执政权 一个就是总统 一个就是立委 如果这一仗徐邦还没打完 表示国民党还没到谷底 国民党什么时候才会到谷底 那包括看到在前天的时候 国民党中堂会包括马英九主席辞了 然后包括马上很快就已经 直接任命了新任的行政院长 毛泽国直接副首 直接接任行政院长 可是如果讲到这一仗 我就讲说 如果现场来宾都没有估出来的话 那更何况 更何况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里面的 所有的党政大员 那个冲击也可想而知 而刚才其实高姐讲说 如果你当初国民党在国共战争那场打的时候 国共战争国民党为什么输得这么惨 一个是当初没有想到 苏尔在日本刚投降的时候 马上席卷了东北 然后把所有新式武器全部接收完关东剧以后 然后让共产党的武器变得很新 另外一个 所有结甲归田 打完仗了吧 赢了吧 OK 大家就回家 老子一辈子只会打仗 我从小就被你拉来打日本人 打到现在打完你叫我回家 那你要我干什么 没饭吃 对没饭吃 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好那这时候 共产党需要人就跟你说 那你们大家就来我们党吧 OK 那我不是在比说共产党跟现在 而是说在这一场 选战打的 你不觉得对国民党阵营来讲 把很多应该是可以自己人的 也往外推吗 包括年轻族群 包括什么族群 就只要我骂一个你们太阳花 推走一批 我骂网民叫做暴民 推走一批 很多这一类的都是这个样 那问题就是在于说 那国民党如果还没到谷底会怎么样 Ben姐 您长期以来 每次我跟你说 你还要不要再参加19拳 20拳 很多拳 你现在看到这样怎么办呢 如果还开得成的话 就去参加 什么叫还开得成 这一个礼拜怎么会搞成这样 现在回魂了吗 国民党 其实我坦白讲 刚刚后后讲说 国民党被摧毁 其实国民党不是真的被摧毁 是自己毁掉自己 OK 包括这一次 可是你看他大陆丢掉的时候 在军事上是失败的 经济上 因为你知道那个通货膨胀 然后大银员买一碗牛肉面 出去还不止 另外就是学生运动 所以后来1949年到台湾以后 你看他们就很着重在军事经济跟学运 那军事比如说我讲的 那个奖金会成立干校 那然后这个经济上 比如说你看他用的财经大员 在这边金改留大宗 他们来帮忙那个稳定金融等等 那另外就是学运成立救国团 可是今天的国民党 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一个问题就社会发生了什么事 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没有 你知道我常常在这边批评国民党 然后主持人就讲说 你还是不是国民党员 我现在还是要讲 你知道那个 你知道其实那个 我们是没有估出来 可是我这边有一份 6月22号的报纸社论 他就已经估出来 国民党选情底部深不可测 然后他今天讲的 他这篇社论讲的 跟后来发生的是一样 他说第一个就是说 你的党整个堕落 然后溃败 就是溃散 我们看今天党工 其实大家讲说 你们国民党老大政党 其实没有 马英九当选以后 2008当选以后 不管是政跟党 年轻化 我们看到很多年轻的小朋友 大概30来岁 全部坐在主任的位置上 那以前那个主任位置上 是很大 你说的对 佩芬姐 你说国民党现在用的人 也很年轻 很年轻 从从东府 一直到国民党 对 他用的都很年轻 可是为什么年轻族群 完全不买单 对 你去数数看 那些人年龄绝对 对 都被你们讲什么 幼幼君还是讲什么 都讲了 对 都是在30左右 而且可能还年轻 然后现在都是位居要职 是 好 那个党 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选举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选战 你知道他们坐在那边 当然可能得某些人的宠爱 所以坐到那个位置上 可是你知道吗 每次选举 为什么后来那次宋楚瑜 那个选败以后 许水德回来 然后又翻过来 你知道选举到最后 秘书长 每天晚上在总部 一定有个选举汇报 全省各地的选情就来回报 哪个地方需要加强 哪个地方需要补强 你知道现在没有 我们现在秘书长是主席到哪 他就站在旁边 在那个选举场 所以 那然后比如说 前一阵子我们不是讲柯P 挺那个蒋经国 我说他不是真的挺他了 他是借他来打连家而已 你知道那个文传会 完全没有办法反应 那我就笑 他们可能心目中 根本不知道蒋经国是谁 或者蒋经国做过什么事 以他们的连龄看 所以换句话说 也许他们心目中只有马主席 蒋主席当然不在远里 那所以党完全失去功能 另外一个就是初选的规划 我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初选的时候 第一手中跟连胜文真诚在讲 还有很多地方 他说完全没有规划人选 就任由他们去标 标出来的时候 你根本那个人选 是不是适当的不知道 包括彰化 好 那现在就说第三个就是 你的施政来的民怨 刚刚Coco有讲 你推邮电双掌 全老百姓都鸡飞狗跳 你推大户条款 然后那个 正所税 股票组一群通通得罪五百万 你知道这次选举 郭台铭讲那个经济选民 以前是有用 为什么这次没用 你真的听广播 所有那个股票老师 都在讲 没关系啊 政权换了 然后换个人也不会有差 以前股票也没那么差 没有一个股票老师 有危机感讲出来 好 另外就是十二年国教 OK 学生也反了 家长也反了 然后另外就是房价 青年族群 当然造反了 那你再说贫富差距 还有那个连京 公教人员没有了 慰问津军方没有了 他每一块都得罪了 你说怎么不海啸 只是我们反应比较慢吧 OK 所以人群我们在看 从这个星期的发展 像看一下人的话 我们看到执政党 他现在不是谷底 他们真的谷底 是在2016 准备要勾手让人了吗 你马上看嘛 有五席的立法委员要补选嘛 对 那国民党现在看起来 补选两席 李明珍跟徐耀昌嘛 因为他属于国民党 对南投跟苗栗 对那这两席 有没有可能保得住吗 那当然又会是 另外一个观察的指标 你完全不讨论 民进党的那三席的意思 你的意思说 那个不用讨论了 不是因为你如果 就原来的席次来看 那两席本来是国民党 对 那三席本来就是民进党 对 那如果国民党连这两 连这两个 原来是你有优势的这个位置 如果你也有所变化的时候 当然大家会检视嘛 会回去检视 尤其你说以苗栗来讲 徐耀昌是赢的状态之下 那你如果立委保不住呢 所以刚刚扣姐讲说 他可能不是一个 最差的状况 大家可以想象啦 因为你马上接下来 就是立委选举嘛 那国民党现在 有没有保有在国会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优势 即便优势我们认为 也没有也不算优势啦 因为人数那么多个 六十四席 到最后一事无成 也是骂神于突然 那问题是 如果到立委选举的时候 整个的国会的生态 在做改变的时候 那接下来 如果影响到总统大选 那个应该才叫做 人间炼狱啦 他可能已经不是废墟的问题 对国民党来讲 我说马英九 2008年当时 他当选总统之后 其实你知道吗 如果关注马英九这几年 他在当国民党党主席里面 任内所发表 跟党务有关的谈话 他的重点只有两个字 叫做改革 每一次只要被骂 他就告诉大家讲说 我是因为站在改革的让头上 所以我要承担很多 即便到他今天下台了 他的那个发表的主轴 还是在改革 他还是在告诉他 因为我的改革没有完成 不够快 对 所以我没有做好什么 所以在这 所以你用他今天去提毛治国 当这个所谓的行政院的院长 我只能讲这个 以前我们就讲说 比如说马英九跟江一话 我们就讲马江体制 那我现在只能称为他 叫马毛天团 因为你完全不能理解 就是说现在大家 期望国民党看到 你的党务的革新是一回事 那现在党务革新 你看得出来就是说 最少几个已经有 有蠢蠢欲动的人 他已经开始 在这段时间 我们都听过很多的传言 可是对于一个行政院 的这样一个政务来讲 其实马英九 是有机会做一些变化的 尤其在你某一些 白幕的阁源 还没有 还没有真的辞成功 你已经先出来放话说 我跟你讲那个会倒 那个会垮 还有我做不下去了 结果没有想到 突然因为我的老师 我的长官 突然就提醒我 他要我留 我没有理由不能留下来 那我天哪 你前面才刚讲那些话 你马上可以改口 你知道那个错乱的程度 我不知道他自己怎么想 最少我觉得我是错乱的 所以相对来说 这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行政跟立法 两边所产生的问题 这些人留下来 问题还在啊 他并没有完全的解决啊 那你光一个 行政跟立法的沟通 以前就这些人都在 你知道我们每一次 看到更换隔魁的时候 很好玩 我最喜欢看那个 更换隔魁的时候 他要简介新任隔魁 因为他就会开始 跟他歌功颂德 你知道吗 就开始吹捧他说 有什么领域里面 有多崇高的地位 所以他来当隔魁 是最好的 我是在看他讲 毛治国那个 我是在有点错愕 你知道什么 功成长才 还是什么的 可是当他有在 他其实已经曾经 就是在这个权力核心里面 他就已经没有做好 结果你现在在告诉他 讲说 我跟你讲 他到了隔魁之后 他会做得更好 我不太懂那个逻辑 所以我说现在 其实国民党员 很多人 我最近在跟一些 党工的接触 您知道我们本来 就是要问一下 党工最新的看法 很多人其实会感到害怕 害怕的是什么 你知道 很多人知道 国民党的选情不好 可是没有想到 差到这样 所以他直接面临 会到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可能我 我现在讲 可能我本来就有想要接班的准备 但是我现在要做接班的准备 第一个时间点提早来 第二个我要准备的东西 可能太多了 我本来只要准备 我的执政团队就可以了 可是我现在要去弄 我的党务的团队 现在有没有办法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每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 所以我只能讲 现在就我所知道 党内有一些有意愿的人 已经开始在到处抢人了 为什么 要把这些人 赶快话题 你是谁的 你是谁的 因为这时候实力展现出来 才能给人家做比较 可是现在所谓的接班团队 会不会在这一帐之中 把所有的顺序全部打乱了 因为大家 你想想看 我就讲 在这一帐以前 搞不好问 谁要参加2016 我 我 然后选我 选我 然后这一帐以后 谁要参加2016 选他 选他 你去 因为这一帐 摆明了就是你面对 人家民党 对谁要去当炮 会要会这样 其实刚刚才讲说 不选五席立委 我真的坐在这边坦白讲 你知道 那个马云九 那个党部那个前面 不是装的那个巨马 后来拆掉了 结果昨天下午 前天下午 那我 因为我要去赶场嘛 结果我们一个同事 因为我有个办公室 就在那对面 他说巨马又装上了 你知道他其实装了 拆拆了装 根本没有人在前面示威 那他装的意思是 为什么我不知道 他昨天 前天他真的又装了 就是要宣布辞职 他又装 但是我不知道 他装的意义什么 因为真的没有人 所以那个意义不大 那再说补选 那个立委 对中常会 因为要选 你不要说补选立委 我觉得2016 说句两句话 难听话了 以这一次选举的氛围 社会氛围 跟那个得票的情况看 大家说选举海啸 其实是马英九海啸 那个海啸过来的时候 你不要说2016的总统 还有立法委员 统统统结束了 现在就可以宣布 选举结束 那国民党已经悲观到这样 光姐如果这样看的话 这一张书 因为钱不知民心向背 然后等到20129 那天晚上 也震撼到不知所以然 然后到了现在 包括行政院长 好 毛主角出现了 包括党魁 现在武德义站带 但是真的让大家还是觉得 国民党在未来还是茫茫 不可终于是这样子 其实这有别于过往 我们谈论这个选举 不管是胜选或败选 这次是惨败 真的是败了以前 我们的经验都没有用 那既没有巩固领导中心 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也没有检讨 也没有好生融融 然后那个副主席呢 迟了又被拉回去 又在旁边毕恭毕敬的 那还有一个呢 去追星去了 赶快跟柯文哲站在一起 然后好像这个国民党 少了一个 这个党主席跟他无关 我讲就是朱立伦 那你原本期待说 站在让头希望他干一次 结果发现他没有 他一副好像马上要偏安了 要避开2016的感觉 那你感觉到说 这些人在干什么吃的 这些人其实 就是要等一个天敌 自我终结 就是把这个利空完全出尽 因为你没得讲 我这边讲一个故事 大家可能要探讨是说 我们历来政治人物 有马英九这种复合体 其实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老的政治人物 他晋升马英九 他讲的 他说呢 这个马英九身体非常好 常常就说 要批公文 你别以为他在总统府 没有公文必要 回到官邸 说要批一些东西 然后呢 往往搞到12点过后 可是说你们要不要 有没有人要跟我运动啊 因为马英九五点就开始运动 没有人说 没有没有 是因为你 他五点你要跟他会合 你四点就要起床了 那有的是老的嘛 那就跟他运动运什么 然后呢 他四毕公顷到 连小秘书的工作 他都要抢 就说他上飞机 要去地方巡视了 前一天开过会的 那个会议记录 他还要求幕僚送到飞机上 OK 他就开始在那边改 改那个 全部改写不说 看到 先生武你写了个错字 马上利用专机上面的 那个无线电话 打回来 先生武你这个字用错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写 是主席错了 我只举一个 这个小例子 就说你总统 怎么做到这种地步 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的确 你连大战役都输了 而且这个大战役 不是超大战役 真的超大战役在2016 你看那些立委 急得像热锅上了蚂蚁 尤其林国阵 我以为是吴玉生 吴玉生其实他也是 头好的战犯了 虽然还不是为了 这个选败的 但是呢 你看他们都是指标人物 连战阵营 连胜文选输了 竟然天兵 说要被柯文哲盗窃 盗两个窃 一个MG149 我们错了 另外器官活在 我们也错了 我说器官活在 这个我完全是没有意义了 你真的 你对他的专业有损失 损伤 你就必须要道歉 你如果打错的是道歉 但是MG149 他不是贪污 他也不是洗钱 他也不是逃漏税 他这是一个行政瑕疵 就是说 他暴障的一个内障问题 你 不管这个内容是怎么样 你一道歉 那罗淑雷 你们这个 什么阵营啊 无情无义啊 你们这个罗淑雷 你还立刻铲死在现场啊 你不是这个过河拆桥吗 他替你们打仗 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是觉得说 2016绝对会继续下去 大家不会管什么立委补选 马英九立委补选 什么补选 从09年就是败相 这个连败了 那时候就早就算到他选输200万票 大家关注什么 每个都背叛死刑 其实是马英九背叛死刑 他觉得他不是背叛死刑 他是废死联盟的 根本就没有死刑 我很厉害 不是我的错 他觉得他还很灵 背叛死刑的是立委跟那个终胜代 以前金国先生还有吹台青 马英九也有吹台青啊 摧毁的吹 我跟大家讲 过去马英九08年选举的时候 势不可当 他到地方的时候 他把所有那个国民党的组织系统 给他的名单 通通拆掉 到了一个地区 好你们这个地区 他列册 什么名字 什么地址 他全部列册 然后照相 那时候他说他不要国民党 他不需要国民党 国民党要弱化 后来呢 他一上任就要终结派系 有没有 后来这个维系解密 朱立伦去跟AIT了 因为他是那个 被保护的对象 他去爆料说 马英九要终结那个大佬 包括连啊 包括宋啊 包括吴啊 包括王 我试问大家 这次选举结果 有没有终结调 胡志强有没有讲义说 我如果说我不选党主席 我就是 我不远心说我不选党主席 那你就看 王金平说 神德团结了 我们是人 人怎么能不团结 好试试看 我们看看 过去有没有蛛丝马鸡 王金平想要造反 有啊 嗯 当时候维系解密也解密啦 王金平去找过朱立伦嘛 趁马英九 特别备案的时候 万一他没有办法被提名 结果马英九 翻身上去什么 参选总统 他说 邪皮者 萧教狼豪 嗯 他要让我们 这些邪皮者 萧教狼豪都住嘴 嗯 结果翻身上 你就看到 这个过去的故事 可以我们参考 虽然我们现在都失准头啦 我也像老了50岁的感觉啦 但是过去的 他们这些 老归老还在位子上那些人啊 你就看到这些人 怎么会没有动作 OK 暂时是容忍他啦 我们应该在讲毛泽国啦 OK 等一下再来看现在的状况 来 董豪哥 我们就要来看的是 这里面 连家有可能会在 党主席这一开始 出现大反扑吗 还有人这个 国民党里面有人喊出 要亲军策 要金普冲离开 那么这样国民党 真的就有救了吗 青山 青山藏在绿水藏流嘛 然后会有期 这答案不算很清楚吗 只是年轻人终是沉不住气 这个都还没宣誓就职 就有人跳出来喊 成立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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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非常好笑 不过 这个在告诉你什么呢 国民党处于一个权力真空 权力混沌的状态 我在看马英九总统 他 你说是 上家之犬 落水狗都可以 基本上 惶惶不可终日 大家常常开玩笑说 不晓得哪一天 马英九总统 会不会变成阿扁的同学 那你在看到国民党里面 我用胡思想 胡思想 前一阵子有一句话 非常的经典 他在形容年轻人 就是 你给他iPhone5 他会怪你没有给他iPhone6 以胡市长的年纪 对于副主席 还是依然 有旺盛的企图心 如果他继续领导国民党 成为国民党的核心的决策者 万能想象国民党如何翻新 这是其中之一 那 在这样的状况下 为什么连家不会 在这个权力真空跟混沌 失去持续的过程当中 抢占一个山头 事实上不止吧 很多人都会抢占山头 因为 哪怕这是个废墟啊 这个废墟里面还是有金矿 党产 它是不变的 每年固定就有那么多的资源 假设2016国民党失去的政权 那党产就变得非常重要 为有党产的人 可以支援很多政治的力量 董好 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新秀文在这一期里面 也有写到一些 包括那一页 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 对马总统 因为他兼国民党党主席 这一仗 这一仗打到前一个礼拜的时候 大家发现是 几乎都已经以为 全台湾的候选人 只有一个叫马英九 就全台湾扫变 尤其台北市 他的戏抢卒了 但是到这一仗大败的时候 说实话 那一刻 包括中间 迟不迟 大家都在看11月29 你为什么没有迟 包括后面 在放出什么 礼拜三中常会 会有重大消息宣示 还有那天晚上 新秀文还会讲说 请了几个人到 有的是用电话 他不是一堆人聚在一起 OK 然后包括谈的人里面 包括你说 有陈长文先生 大律师 或什么类似这些 可是我觉得对马总统 输这一仗 就已经够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但是后面的处理模式 恐怕才是更大伤 让大家就是说 当你面对到一个危机的时候 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是更伤的地方 还有媒体讲说是回家 跟哭哭嫂聊完以后 才决定要辞 如果这个媒体 对啊 如果这个媒体描述是真的话 那不就更夸张了 如果如果 如果哭哭嫂那个是真的话 那一定有小耳朵在里面 对吧 我就讲两个人两话 讲话可能会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马总统当然是一步一步退 那我们所知道的 比如像陈长文 陈大律师的个性 他通常来讲 如果不是跟马总统谈过的 他是不会再写出来 OK 如果他跟马总统谈过的事情 马云九总统接受了 也不会写 那谈过以后不接受 或者然后他又认为 那是对马总统最好的 他就会写出来 他不是只有这个例子 那像我那天看到陈长文 陈大律师那个投书的时候 我觉得他还是爱马云九总统 因为他的看法里面 其实他的上中下策里面 其实希望马总统踩下车 你就平安下庄吧 放手吧 当你放手的时候 剩下的一年多交给别人 你就可以平安的离开 机认者对你 因为你的放手 总不至于后面坐在过度难 就算要就责 他也会有一个程度上的限制 马总统现在是极度不安静 他很难放手 他放了 他第一个不知道放给谁 就像刚才你讲的 2016 以前是大家人能抢 现在是大家手指都指的对方 我相信朱立元朱市长 这个是此时此刻是不会有任何动作 哪怕党主席都不会有任何动作 他不选吗 我相信他不会有动作 他当他去跟科技在 他为什么要说什么不要做傀儡 傀儡 在讲的比较前面 这个过程 国民党所有的重要级的人不断的在修正的过程 那是个不断修正的过程 我补充一下 昨天晚间我听到了一个最好笑的 也很可能是真的 就是说 现在是吴敦毅这个 接这个 代了主席嘛 然后要公告 要参选 那很可能呢 最后就没有人敢参选 找不到 最后呢 吴敦毅就在黄袍加深的情况之下 就一个人参选 这是党内的人告诉我的 这是第一点 这是昨天晚上到今天的 波头汹涌的一些阴谋的 后来我今天再问另外一个人 他们说 也很可能啊 吴敦毅不是那么简单的角色 那他也可能运作 别人不要参选 第二个讲到陈长文 对不起 我从来没有公开讲过陈长文的问题 陈长文最没资格来批评马一九总统 一路以来 就是你把他宠坏的 你们把他推上去的 现在他做的不好 在要溺死的时候 打电话给你们 没有任何答案 连个国安高层危机管理 怎么处理会议都不会开 还出这种搜主意 根本做不到的搜主意 那这个第二点 我挑战陈长文 我是从马一九总统身边的人 早就告诉我了 陈长文先生 马总统做总统六年多 你得了多少好处啊 我讲的好处不是实质的好处 别讲以前你跟郝伯村 在一起做国防部的律师的时候 这个赚了多少那个律师费用 当然不是讲律师不好的意思 我看到他的眼神有点刀子出来 律师可笑公平 你知道吗 陈长文的那个理律 他有非常多的外国的重要客户 外国重要客户最需要政商关系 每一次都要安排陈长文的客户去见马总统 我告诉你陈长文先生 你敢说你没有吗 这些人不要在那边装假正义了 自己吃干妈定 弄不弄不多好处 现在突然变成一个 这个家伙跟我无关 而且陈长文陈律师还可以补一个小过士 是不是 他还可以为了他客户写纸条给行政院院长或副院长 就是他的客户有需求 他是可以写条纸 不是写公文 先写条纸 后面发现可能不大好 再补公文 补信函 第三次才变成是公文 当然 不过陈长文陈律师对马总统 还是影响力很大的 不是不 但是马 我跟你讲 我刚刚讲的这个事情 是我已经累积很久了 因为马总统身边的人早就看不过去 都哀求我 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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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今天就要讲了 你们这些人 你们现在这些在身边的所有的人 谁不要负担责任 即使是美清姐姐 就算那个什么什么真的 他理由也不是你对不起国家社会 竟然说是你让我跟我女儿两个出去 走不出门 这什么话呀 所以我不相信了 我你可不相信这句话 就说 这个国家大政 这个百年政党 给你们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还不惭愧呀 这一帐 大家就在讲说 如果在11月29号那天 马云九如果就直接出来 在那篇声明里面 就直接讲 对 所有的事情呢 我败战责任 我一肩扛 所以就算国民党没有过这个潜力 但是因为本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败 所以我辞党主席 那也不会 帮不帮搞一个两党选战对仗 结果后来旁边一个行政院长 扫着轰台卫 就是关我什么事 你们两个打仗打得好 结果后来我去辞 辞完以后还是止不住 那个往下泄的那个民怨 然后接下来就只有 不得已到最后再辞 这个人就辞完 好大家就在等着看说 第一个 党魁现在是 无敦一部主席站在 对 格魁快了 我在礼拜二的时候 还在节目里面讲说 中华民国宪政执政 从来没有发生过 第一个 最高行政首长 不见了 第二个 执政党党主席 不见了 然后呢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结果显然我们多虑了 因为到礼拜三 全部都五期了 好这些 无缝接轨道完全都没有 但是问题是 包括你说 毛主国上来 上来以后 那个抨击声也非常大 立院系统 礼拜三的时候 孙大千委员 他们直接在这 国民党委员孙大千 就直接摆明了说 那种味道 意思是说 以后在立法院里面 如果不是他们立法院 觉得老百姓可以接受的 以后立法院 就没有执政党的味道了 就你们行政院 不要再来 跟我们谈这些东西 感觉上 大家都是在野党 你可以跟我走着瞧 类似那种味道 然后呢 接下来包括 党主席这个位置 到底会是怎么样 因为党章修不修 现在大家也还在找 我不知道 可是对于毛治国来讲的话 就觉得 那我经验这么丰富 我当副院长 当这么久 我上来扶政 你们大家干嘛 把我讲成 讲成这一局 然后未来国民党 2016都不行 人去难道就不能 给一点鼓励吗 你刚刚讲说 之前我们大家 惶惶中日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补齐了 可是我们先把 我们认为国民党 应该要大破大力的 这个事件 把他放到旁边去 你不觉得 最后的这个局 就是什么也没变吗 就变掉一个 将一话 不知道怎么搞的 没了 对啊 然后马主席下来了 其他的一次 依照顺位就补上去了 他其实没有变 您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我刚刚为什么讲说 以马英九 他一贯的那个立场 他前面认为 自己是在改革 现在被人家 即便被人家认为说 他是应该被改革的对象 他还是在告诉 他讲说 今天的失败 是因为我改革 没有达到我要的 那个目标 所以相对来讲 马英九 他是用一个 用他自己 自认为 最有把握的方式 也就是 所有人 按照梯队 往上走 所以我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 我觉得啦 没有错啦 或许对国民党 旧有的文化里面来讲 是说 今天一个人 他可能放了一个位置之后 大家按照权力的 去推算之后 他可能会发生 可是 现在的这个状况 对一些国民党其他的人来想 未尝不是一个 讲男人 乱世出英雄 有 情绪大 对 还有多少人 愿意服从 旧有的 国民党的旧的体制 去依循那一个说 我就乖乖的 慢慢跟你等 今天等不到 明天等不到 20年后等我换 总有一天 等到我了吧 你知道现在国民党内 就我所知道的啦 或许我们 可能接触的层级不一样 我可能比较接触 这种小朋友啦 就说 他们其实一直在等一个机会 是有没有能够有人 可以出来登高一呼 而且愿意去挑战那个体制 国民党内的立委 难道没有想要造反的心态吗 当然有嘛 难道看到什么立委 不是 而且人群没有算的话 因为2016要选的是这些立委 对嘛 就他担心的是 你们大家如果要是还继续照着 你今年拜选的那些人 那些事往下走 那我2016 我的选区就摆命了 就让给对方就好了 你看以前发布格魁 就我发布陈东豪就陈东豪 今天有三十几个 国民党立委跑出来说 我联署蓬怀南 逼得马英九说 有啦 我去问过蓬怀南 他不要 你什么时候看过 国民党是用这种方式 在做事情 你说 我不知道就说 当然就从 如果从旧的国民党来讲 现在看起来 他的接班地段 好像吴敦亦卡到那个位置 他可能接下来三个月 即便他自己不讲 但最后一定会重心拱月 他最后就自己被迫的 黄袍加深 anyway可能会有这样 可是你说朱立伦他没有想法吗 他不会想要在这一局 他不会自己去思考 他未来该怎么办吗 从政务的系统里面 他已经跳不出来 他确实有他自己的魔咒在 那党务这一块 他能够不想办法吗 他能够不赶快建立 他的党务里面 即便他认为说 很多人认为 他有心想要进取大位 可是我就讲 那个旗程的问题 现在这个旗程 是往前拉了很早 你的布局 其实真的已经不完了吗 我会觉得就是说 大家现在在看的 其实国民党内 现在我只能这样讲 就是说几个势力 确实开始在动 只是谁能够抢得 那个先机 现在的状况 我就刚刚讲一个 一个徐红廷 刚选上台北市议员的徐红廷 他可以跳出来讲说 我们要有这个派系 我们一定要能够集结 昨天我跟 因为节目一个来宾 来宾在室 他好像一个人而已 他要跟人化身的派系 国民党内 有没有五六七年 某种团体 也有啊 一直都有这个 所谓的刺激团体都在 那真的发挥功用 国民党就发挥了 可是那是以前的国民党 现在他跳出来讲 我认为他也看到了一些契机 有没有人愿意跟着他 国民党现在是很多是 那种四十几岁 五十岁左右的人 在掌这个权 可是他为什么跟社会 脱节的这么远 其实很简单嘛 关在小房间里面 可是这些人 我只能讲啊 如果今天真的到 党主席改选的时候 有焕然一新的时候 我可以讲 那个党务的主管 也会让你焕然一新 好所以光是你要等到 这个党主席改选的时候 等那个焕然一新嘛 我们光是看到 现在不换汤 不换药 这样的情况之下 到底要乱多久啊 其实哦 很早就有朱师马基 其实马英九 不管他从各个面向分析 他不会放手的 最多打代理人战争 其实你看哦 吴敦毅最诡异了 其实他现在就这个 代理党主席的这个位置 真的就是以退为进了 已经就战斗位置了嘛 那朱立伦我刚刚讲过了 很清楚 好像要等这个利空出境 那毛治国也是一样 为什么是他做副院长呢 副院长就是就定位了嘛 就是说他迟早要用出来 那这时候用 你就会看到说 真的是乱缘还是乱缘 你看我做了一个整理 就是你知道毛治国 他接了几个小组的召集人吗 二十几个 这是我这个找了半天 你知道真的包山包海啊 我们如果说明月哪里来的 明月就是从这些小组里面 他跨部会去协调 像石安 石安就有三个 稳定物价 灾害应变 你要不要天在地变就是他 库拉克战后也是他 年轻改革你以为如何 海洋也归他哦 海洋事务哦 越南暴动哦 台越工作小组哦 平常的行李如意行政院 只要跨部会协调也是他 桃圆航空城专案 这个案子非常大 数千亿哦 健全财务专案小组 其他括号是竹帆不及被宰啦 气暴狂犬病 舒华公路 ETC高铁 但是我不闹着玩的是ETC跟高铁 你知道吗 刘兆玄 他的子弟兵在现在这个政府很多 他们都属于一个社团 叫一个兄弟会的组织 叫人社 过去新新闻有报道过 那他后来几经转变变成一个交通邦 当毛泽国留下的时候 那个在呛瞎的 说我要回中山大学教书 我吃这个包包都准备好了 那个叶匡 很多人就是扣上了 就说他绝对不会走了 当毛泽国留下的时候 他就不会走 他那个交通邦势力还扩及到 张家铺到经济部长之前 他后来离开了 我们也看到蒋伟宁那个人士 也是刘兆玄 所以马英九这么多年 上阵靠了四星亲兄弟 你想他那个小圈圈到底是哪些人 上阵亲兄弟 然后背后的军师 从他要选总统开始 就一直是刘兆玄 一个卸任的行政院长 不在其位还继续谋其政 那么广泛 我们都以为金补冲已经够大号了 现在你看刘兆玄 我为什么提这个 已经是不得不提了 你知道包括从毛治国的 这个资历来看的话 从李登辉时代开始 从经历过扁政府 到一直到马政府 观光局长 那个民航局长 中华电信董事长 交通部次长 交通部长 一路下来 你看他们这个所谓的兄弟会成员 组长台湾将近半世纪 包括国道机场公路港口高铁捷运 还有桥梁 你就看到包括电讯 电讯 我们讲四机这种电讯 怎么会是同一批人马 这种打不散的 所以你就看到马英九 自私自利 无情无义 你想说他会认为说是自己的错吗 是我该要换掉吗 他认为 我现在在某种逼宫的因素之下 或是说在这个某种压力之下 他辞掉党主席 他会认为他受委屈 他认为说这个是他毕生的起始大陆 他一定会去这样想 所以他不放宠的情况之下 释出了一个肥美之地给民进党 一路贯穿2016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这个局 你觉得好像无能为力 为什么感受这么深 国民党的事关我们屁事 可是我们是面对过去同一个人 所以我们感同身受 国民党现在的遭遇 其实我们六年已经遭遇很多了 OK 那最近讲 尤其新的这些位置刚发布以后 柯柯姐 你讲话算最重的吧 你在脸书上还直接 什么词都用了 为什么这么重 他就是这样啊 可是刚刚讲 你换一个角度讲 资历这么完整 包括你说毛富 资历这么完整 这些所以他就稳定称局 从2008年就进了这个内阁 那2008年他多少票啊 现在是多少票啊 2008年的马云九的民调是多少 现在最新的是9.7 这9.7是第二度认证的耶 前一阵子也是9 9之后还稍微回来了一点 最近这个台湾指标智库吧 这个民调是9.7 这是认证 我看永远都回不来了 那他还是一个2008年进阁内阁之后 一直到现在最长命的一个阁员 最后竟然在废墟当中 还可以当上了这个行政院的院长 然后那些拜政的这些将军们 每一个阁员都还大风吹一次而已 你是在骗老百姓吗 这不叫王什么吗 对不对 就是说简直是让人觉得 不可思议的一个地步 那更别讲 我跟你讲 在国民党内更好笑 他现在呢 因为要党主席不是要改选吗 再加上有补选 那1月底才要改选完 所以现在请辞的所有的干部 都留下来了 不是本来是郑永泉秘书长实质 郑永泉现在还做副主席 得好不好笑 然后那些失败的那些人呢 又回过头来说要来办 补选立法委员了 这个补选的战争 这个苗栗的 包括这个南投的 都还是这帮子人 这帮子人就是把国民党输到灭口 只剩一个活口的这一帮人 继续下去 这帮人谁呢 当然就是过去的马又又 那些你知道 佩芬姐你刚刚讲说 他们呢 这个一个个都还是主任 那个也是年轻人 可是这帮年轻人 你知道他们在2012年 马英九总统开始民调下跌 因为那个时候 马英九总统2012年 接班之后的第一句话 就是很嚣张的说要清理战场 找了一个什么媒体的小姥姥 这个这个来放话 说要520之前 要什么 油电双掌 拜托马总统 现在的油价已经60块了 煤也降了 结果你家的石油 还不好好降 然后台电还赚了大钱 台电最近就赚钱了 就靠着骗我们 去年开始骗人 那油电双掌 正所税 要追求资本所得的 这个征税的正义 了不起520 我第二任之前 我就要把台北 台湾搞成一个正义之国 最后怎样呢 嘣嘣嘣嘣下来了 那这帮子人 我曾经有跟他们有接触过 我就问过他们 你知道吗 我说 你们不想2016这个 要这个国家要政权了 国民党 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 反正又不是马英九选 后来我想通了 这些家伙都30郎当岁 他们觉得啊 在我们的这个历练当中 他们的历练是怎么 从府到党嘛 对不对 那府里面不是还出现那个英伟 他太太还搞到什么行政院里去 结果现在英伟不见了 我不是针对个人啊 英伟长得还蛮可爱的 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帮子人都是罗志强啊 就是金普聪的第三代人马嘛 就是金家班的金孙子啊 那罗志强啊 这些人就是金的这个金团队嘛 对不对 那第三代 他们这些人等的是什么 你知道真的是让你觉得不可思议 就他们三十郎当岁 好高兴哦 在马的光环之下 我将来不但可以选立委 还可以选不分 就告诉你 如果民进党执政八年以后 刚好这帮子人可以回来耶 政党轮替了不起呢 他们刚好都四十几岁啊 你帮他算过吗 对不对 我那个时候讲没人理我 觉得我在胡扯带 我那个时候就看出这些马又又 我给他们一个名字 以前你们骂马又又 马又又才可怕呢 马又又金老师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无法为你护航了 马又又你要负责呀 其实他骂了半仙 他真的没有抓到冲天 我要讲八个字 不几个字我不知道 其实马英九这几年啊 应该说成也金普冲 败也金普冲 我真的坦白讲 我刚才不是拿了这个手机了吗 黑粉姐姐你也就饶了我吧 照一下这个手机 记不记得他说他最大的志向 手机的颜色 就送马英九进总统府 好那这些人都是他用的人 你知道刚才可可有讲 其实国民党的那个组织架构啊 除了我们常常看到副主席啊 什么什么之外 那个工作会的主任才是最关键 那副主席都是空的 既没办公室也没薪水也没酬劳 但是那个办公室主任 就是那个工作会主任 是部长级的待遇 那像我们当初做副主任的话 就是副部长级的待遇 那我不知道 因为以前还有黑头车 现在应该还有啦 有还有 所以所以换句话说 那些小魁 学优优们 出来是真的很转 然后你再想象 我们常常讲很多 根本没有概念 什么叫做选举 什么叫做党务 所以你叫他去服选 但是他的那个向心力 跟那个厮杀的团结力 是很强的 因为他们是真的一群 所以换句话说 他跟外界也不用不屑联络 他也不会杀乱杀一通 对 杀到自己 然后跟外界也不屑联络 比如说我们在想 好像有一个地 那个像新竹县 不是有一个 以前的老县长 是国民党 就近传队 郑永金 那传闻 新竹县的人告诉我说 郑永金告诉我们那位 这个小老大 说你不用烦恼啦 我们两个谁当选 都是国民党的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在坊间传成那个样子 你说说看那个候选人怎么选 那刚刚讲到立委说造反 他不是造反 他是要维系自己的政治生命 是啊 就你可以不选了 对 但是这些人都要选 对 然后刚刚讲 可可说只剩下一席 我告诉你 可能一席是林丹 我举个例子 你更惨 我真的坦白讲 你不是要下国民党 我不是下国民党 这是区续 你去分析他那个得票率 你比如说我常常讲 文山区都输了 对 文山区 在2012年总统大选 跟立委的时候 我一直强调双第一 总统得票全国第一 立委得票全国第一 你知道这一次 连胜文是七万一千票 柯文哲是七万四千票 他就是输的 那换句话就是说 你在这样的选举下面 我以前讲过 自从金浦冲 他们进入了党以后 我不是讲过吗 2006年的县市场选举 台南县市 加起来输两万票 等到2010年 金浦冲操盘 输了20万票 今年台南输了44万票 你告诉我 那个党还能运作吗 还能辅选吗 他的辅选能成功吗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大家在这边刚刚讲说 那个党主席 最后就是吴敦英 一个人去参选 一个人当选这样 你知道很多人就在讲说 朱立伦 扣扣在电视上骂 你就像个男人 你就出来参选 但是如果他这次选举 得票很高 他会有那个能量 赢了两万四千票 是没有那个能量 那虽然说两万四千票 也是赢 可是你在想 大家本来估他那么高 所以有几次 我在媒体上说 如果他不是 声势那么强的话 今天的新北市长交游戏 韩文姐 两万四千票 你叫朱立伦怎么去打 不管是党主席或2016 没错 你想想看 在自己 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大本营 在自己的大本营 然后只赢了两万多 那万一你只要遗失到 因为要选2016是全国权 你只要到了高雄 到了台南 那不是灭顶吗 那个地方随便国民党 一输就输个50万票 40万票 你知道他在新北市 他就跑掉了17万票 他上次是111万票 而且你在新北如果要打2016 你现在要面对的是小鹰 应该就是小鹰 那你怎么去 我觉得朱立伦现在也会想这些事情 所以我说这一仗打完 本来大家每个都踊跃到 学我宣去了 跟我们以前在做抑制节目一样 谁要回答这个问题 学我学我 大家都跟 小朋友上课 谁要回答 我我我 等到你长大以后 谁要回答 每个人都低头 每个人都那 所以我说他没有那个能量 那你说你不自量力的 跑去搞这种东西 当然很多人说他应该承担 应该怎样 可是你到党里面去选举 你搞不好真的被做掉 所以这帮子人不会罢手的 那连家怎么可能罢手 连家最可怕的就是 他不动声色的时候也挺可怕的 因为地宝来来往往的人 我们大家看不到 他不过就是让这个 让这个 让这个徐宏廷这种 这个吊车尾 昨天秦卫住 或者妈妈吊车尾 地宝他输 地宝内里他就输给柯P了 输了60 560票 我的意思就是说 昨天只是叫徐宏廷出来 这个小头探探探探探探探水 不对劲了 打下去再跑嘛 对不对 反正政治就这么回事 前阵子不分区委员 也是这个意思啊 探来探去的 这些鬼怪家伙 才知道马英九 多么软弱 多么的无能了 他们就想要窜在一起 然后就再 复辟你知道吗 那个现在谁管你什么 2016关我什么事啊 这个依照 依照光庭的说法 就是关我 屁事 他要的是党产 党的这个机器 因为有一堆人 也靠着跟党的党产的结合 才有他们的利益 特别是媒体力非常多人 讲到这里面 那我真的会被被做掉了呀 我气的是这个 所以基本上 我真的这样说 所以我才说 朱立伦还是跟这些人稍微的 朱立伦也很容易被拉进去 但是你朱立伦 53岁 你比人家柯文哲还小2岁 拜托我求求你 你还有点正义的 最后的一丝能量吧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你来做党主席 让这些家伙 死了这条心 否则的话 吴敦毅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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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仙 那个家伙 在监察委员的时候 是怎么个乔法呀 每一个人都成了他的庄角 对不对 那现在呢 现在他如果不小心 真的被他一个人当选上了 然后再跟老王分一分 好分一分 连分一分 那国民党成什么啦 那国民党 然后分完以后 国民党死了 跟他们也无关啊 不过我昨天就讲 如果是所有的人 可能当国民党党主席的 如果最后是 王金平登上去的话 那是 那第一件事 对 第一件事最好笑的就是 给那个官司 怎么办呢 那我是要去更改 国民党负责人 叫王金平 然后告王金平 还是第一个 就先跟他们说 那个官司 是不是该撤回来了 对不对 因为现在我是党主席了 对 这个是最好笑的一件事情 那柯建民一定有 一定有个职位 对啊 所以官司跟我们就看到 国民党光是像这样的状况之下 真的这一书之后呢 整个八年都没办法缓活 那这样听起来 八十年了 八 这么多啊 在文修回答之前 也不自已啦 也不自已啦 2000年那个败选的时候 大家认为国民党 20年都回不了 结果因为有阿扁 那是不是会碰到一个阿扁 因为有阿扁 所以八年就拿回来 你知道 2008年民进党书 大家也是认为 你看连党主席都找不到人 那因为碰到 对 结果六年就你知道吗 秋风扫落月 所以不一定 这个中共那边出的 世界执政党兴衰实践 其实最后一张 就是百年老店 国民党 其实刚好120年刚过吧 11月24号 国民党 其实我对他还蛮有信心 为什么呢 各位要看一下 这次用毛治国 为什么用毛治国 毛治国你不要小看他啦 毛治国其实他代表 是一个讲家 他是毛胡梅那个系统 从这本书里面 就可以看出一个端倪 过去啊 大家在问这个 毛高文的时候 毛高文大概 很多人大概都忘掉 这一号人物了 过去当过教育部长 毛高文浙江奉化人 他尽量他不愿意去提到 说他跟讲家的关系 因为毛胡梅的那个 算是一个进气关系 这中间呢 还出现了一个就是 毛治国 那时候是交通部政务次长 然后提到过去的毛英初 以前是民航局长 还有 反正就是 毛的大概是代表的是一个 讲家的语系 所以他出来啊 相当程度是代表了说 国民党正统的这一个 讲家的这一些势力啊 至少还在内阁里面 稳住正脚 因为媒体写了 其实已经 以一周刊上写你看 整个陷入全斗了 然后这个副主席 本来有两个就要迟了 那现在回来 回来我告诉各位了 各位现在是碰到 吴敦义的时候 注意他的嘴唇的颜色 很惨白 他有点毛病 所以他不太可能会再去角逐 真的 他上一次有一次昏倒 那个不是像好龙斌 被记者推倒 是自己在媒体面前就昏倒 因为我一个好朋友跟他熟 他近距离观察 走路都会喘 整个这个嘴唇这边是白皙的 所以啊我想他还是过渡 毛泽国是过渡 代表说国民党正统 蒋家的一个 毛泽国是过渡 你所谓过渡是 看守 看守 直到这一年多看守吗 我想不用一年多 搞不好到明年 农年年过完年大概就 塞尔那那 为什么 台联讲得很好啊 台联说这个人你看 别二高走山的时候 他说棺材准备好 冰柜 冰柜把他准备好 没有一个政务官比马英九还能学 我觉得毛泽国是比他更能学 人家是要抢着要救人 他是说冰柜赶快准备好 你就知道说这个 其实马英九应该坚持的一点 我是觉得说 拱这个彭怀南 35位立委 是应该的 可是马泽国说了 我请他就是不出来 我也不能压着他的脖子 而且彭怀南今天自己还写了一封信 给立法委员 说那总统找了他 他拒绝了 其实从陈水扁时代就 过去央营总裁 也不是没有人 马上就变成行政院长 就是这一号人物 余国华 余国华 余国华到最后的时候是什么 他太太说政治是什么 非常可怕 很可怕 余国华 各位看一下 余国华浙江奉化 浙江奉化人 所以毛治国 其实毛治国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真正的关系是 毛高华比较直接 有一点远 但是不能用这样来牵扯 我觉得他是跟毛凤翔是有点 好像有一点远近 但是其实不是同样 那是毛治国的岳父是蒋介石的侍卫 对啦 那样子 不对 这个叫做前寿明 还出了口述历史 非常贴身 而且好像还给他 坐了很高的位置 就是说 所以有口述历史 所以我是觉得 世卫长每个都很贴身 像郝伯春 在民国54年做到59年 每个是世卫长 其实都很贴身 然后都是终身 比较担心的反而是 我是觉得 农印台离开 我是觉得有点意外 因为农印台其实跟金武冲 跟这一些马银九 是算是铁三角 非常 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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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他跟金普冲非常不好 哦 又闹翻了 跟郑智一样 早就不好 从没好过 从来没好过 从来没好过 而且 好到两个人一起 一起洗问全什么没好过 那是以前在新闻局 在世博的时候 我非常不喜欢龙印台 我公开讲 他是一个关枪关掉的人 我写过一篇文章 他的离开是中华民国的 文艺界文化界之府 我负责 嗯 不 其实刚才来宾有讲到一个状况 就这一次内阁改组 也很难想象 就是 呃 江葵宣布寝思 对 就还没有发布任何事以前 就有这个说 呃 老子不留了 那个说 其实我不会再干了 或什么 就是说你们大家当阁员的 好歹也称重一下 那位长官嘛 又又回来了 更 对对 还有又回来的 OK 都很帅啊 其实这个内阁 其来有志 记不记得我批评过江一话 他那时候做演考会主委 一说要改组 他说他回去要教书 嗯 结果让他做内政部长 他就留下了 那后来又要改组 他又要回校教书 结果让他做副院长 他又留下来 但是这一次 说要回学校 都碰到很大的阻力 然后有很多 包括台大的在联署啦 或什么这些 可是 呃 你说好 刚才就讲说 大家讲说 为什么马总统东挑西挑 然后在四天里面 挑了很久 然后呢 也揭露了个人心路历程 有 你们要彭怀南 我请了好不好 那我三请四请 我就跟请刘备 请诸葛亮一样 他就是不出来 那先生不出 那我怎么办呢 OK 好 那那毛主国 毛主国呢 也自己讲说 呃 在这过程当中 希望能够延续啊 包括什么安定内阁 什么 可是说实话 在这个节骨眼 马总统的想法应该是 那我就最起码 要把政局稳着安定一下 有没有 连阿扁都这样说 嗯 那可是对于国民党里面 不管是要打仗的 嗯 呃 有心中有大致在2016的 想要看党主席的 或是说 就连那些立委好了 你又是国民党立委 你会被急 这一仗会怎么办 你说政策 实安 包括所有刚才提到 这么多 难道不是过程 一些原因吗 当然不了解明星上辈 包括不知道年轻人 在想些什么 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如果你是 你是要选的那些人 你会不会很急 而且急到 我最近还听到 有国民党的朋友 就直接在讲说 呃 各位如果你常看 年轻人最喜欢看的 现在就是NBA 跟美国的MLB 就是打联盟 OK 各位你知道NBA 有一种 有一段打球的时间 叫什么时间吗 就是当这两队 分数差别太大的时候 那已经打到下半场 剩下五分钟 然后呢 两队分数 差了三十分的时候 这时候 那术语叫垃圾时间 也就是说 那个想要早点回家 就早点回家了 就先走吧 观众也没什么想看的 要上厕所 就上厕所 那这叫垃圾时间 也就是剩下的球员 教练这时候 大概就把 全部都上去 你从来也没上过场 就上去吧 就上去玩一玩 反正咱们也输了三十分 三十分跟六十分 有什么好差的 那就上去玩一玩吧 那叫垃圾时间 在大联盟呢 有一种叫做什么呢 大联盟呢 有一种 好各位观众 现在比赛进行到了八局下 那现在呢 上半局呢 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两队呢 一个叫做KMT羊 面对是DPP狼 OK好 那这两场比赛 到现在到了八局下 比数呢 不多20比0 同样在大联盟比赛 如果到了八局下 在这种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 会派出的投手 叫做败战处理投手 也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就出来 处理 把九局打完就好了 我不管 你就把九局给我打完 那总是比赛要打完 就是有很多人 就是形容变成是这个样 可是人群 太难堪了吧 就是说你如果是国民党里面 希望说虽然一年 一年多一点 有很多人都说 2014打完 2016打完了 但是好歹 你展现一出 不同的感觉的时候 包括大家在等着看 格魁你选谁 包括大家在看 未来党主席 国民党党主席是谁 目的也都在看这个嘛 就是国民党 你是不是还想在 中华民国政坛里面 要再玩一把 我倒觉得期待 与其期待政务的方面 能够大破大力 还不如先去期待国民党 比较有可能 因为最少名义上面 马英九已经不是党主席了 但实质上 马英九还是 中华民国的总统 所以行政的体系那一块 你很难想象 他会去推翻以前的我嘛 再来就是说 我其实认为 他会走所谓 政策延续性的原因 是因为 你之前开一些些机票 一些些东西 你跟他讲讲出去 有很多东西 也都发包了 也都做到一半了 难道现在要学 郑文燦 像说全部航空城 我通通一把推翻 都不要了吗 你那后面 多少政商团体 在后面等着看你 你不把这个东西收一收 能怎么办下去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当然有毛泽国 我会批评是说 这一段时间里面 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 永远没有做好 很好的沟通 导致很多行政部门的东西 到了立法院那边去 他就卡住了 可是相对的来讲 现在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说实话 你今天把毛泽国派上去 国民党立委要不要吞 你也是要吞啊 难道你现在在那里 你去跟他明着唱反调吗 所以现在大家讲说 人事布局 你现在看起来 几乎就是原先寝责 通通都流论下来 那大家也都愿意 所以回到了最原始的那一天 其实也就是走了一个江一花 然后走了一个 党里面走了一个马银酒 其他的现况 没有任何有所感变 我会请问一下 刚才其实我们一直在讲 我到现在说实话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到底什么原因是 国民党在过程当中 用了这么多年轻人 你发现柯P这次的旋风 柯P这次的旋风 他不只是在台北市 他是在整个台湾都被渲染到 我相信了 其实民进党有很多的参选人 都受惠于这一股旋风 所以包括很多的年轻人 他也觉得说 他不是也许在其他县市 他不是真的 一定要投民进党或怎么样 但是我就是因为觉得 我不爽你国民党 或是我感觉 我投了那个民进党的 就有点感觉 我好像在台北投了柯P的感觉 所以他基本上 国民党用了这么多年轻人 为什么年轻人 基本上他就是觉得柯P 不敢是讲话 你觉得他无厘头 你觉得他 他那些东西 有人觉得他说话 可是年轻人觉得那叫直率 可是国民党用的这些年轻人 没有一个能抓住 这样的感觉吗 那我用你们这些年轻人干什么 其实我们刚刚在 每个不同来宾的 的谈话当中 都勾勒了一个 你的答案 我把它凑起来 他用了很多年轻人 没有错 但是对不起 这些年轻人 是他找来的 所以他找来之后 他直接安插到哪里 您刚提到了党的体系里面 府的体系里面 以前什么样的人 有资格进入党务的一级主管 我想佩芬姐在这边很清楚 不是这种所谓的年轻人 我看你不错 东豪来 明天你来做文传会主委 你就去了 你知道吗 东豪 我觉得你不错 你明天来当国民党发言人 他对国民党 可能入党只有三年 两年 他根本连地方体系 什么都搞不清楚 可能只有几个月 他那个都搞不清楚 你说叫他进来 他就突然当一个发言人 他能怎么办 我刚才已经讲了 连蒋经国是谁都不知道 你懂我意思吗 其实刚刚来宾里面 或多或少都各自提到一些问题 好 所以你会看到他很大量年轻人 您又提到了 他今天 应该是柯姐提到 他今天一下在这边党的体系里面 然后过两天之后 他辅着体系 然后再过两天 辅着党的又对掉 到最后 以前大家批评 陈水扁执政 说执执政到后期的时候 不是这个人今天干院长 明天那个人干部长 后天那个人又干秘书长 那马英九身边 其实你一样嘛 只是说 他年纪比较轻一点点 就那几个人 这里轮轮轮 今天你在文庄会 明天你带总统发言人 明天后来问副主委 几个在你轮掉 他永远没有办法 融入党务的系统 年轻没有错啦 我觉得马英九 我是假的 当年马英九 是因为改革 08年那个时候 大家都在等着说 你怎么样封关竞绝嘛 结果马英九说 不行啊 我要展现一个 全新的力量 国民党在野八年 很多有能力的人 跑到中国大陆去经商了 所以这些人我不敢用 那你立法体系这一边 我也不要用 那什么我通通不要用 找了一大堆的学者 一支排开 站起来很好看 后来学者翻脸的翻脸 骂他的骂他 一大堆又慢慢离开了 到现在还在用学者 他还是不去用立法的那一套 还是不去用 旧的国民党大老那一套 他在走他自己的改革路 可是他的改革路 是凭空冒出来的一个盒子 那个盒子 他把这些人 关在那个盒子里面 其实国民党其他体系 是被他关在外面的人 你说现在 如果还是某些人 某些大佬 我不敢讲 就我所知道是 某些大佬级的 有权利的人 还是希望能够 借由这一次 重新洗牌布局 那我再回去 站上党的那个位置 可是我就讲一件事 您刚才也提到说 很多人现在想要清军策 把这个金普冲 就明讲嘛 把金普冲 从马英九的旁边赶走 so hot 你连马英九 他当党主席 你都看不起他 有没有金普冲 在旁边有差别吗 你把那些人都赶光了 那你就会听马英九的吗 我再换一个道理 马英九今天离开国民党 大家就会给国民党拍拍手吗 不会嘛 他的问题不是在那么简单 说这个人不在了 大家觉得 你压根就不信任这个 可是难道在台湾 我们每次都在讲说 大家会比较同行弱者 或是每次都在讲说 那个骨牌 或是钟摆啊这些 虽然Ko姐刚刚讲说 你觉得根本那个 那个还没有到谷底 可是这一仗打成这样 而且你看到 在前两天的时候 蔡英文直接为了安定民心 然后而且是由在野党主席 出来带了所有 13个当选的县市首长 出来开的一个记者会 里面的用字潜词是 为了要安定人心 为了让社会稳定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什么 你突然发现 一个在野党主席 这不是执政党主席讲的 是个在野党主席讲 然后你发现 两大阵营这样一排开的时候 蔡英文夹着心胜之之 然后旁边是13个 刚当选的县市首长 然后在未来大家可以看到 所谓的完成地方包围中央的姿态 要钱要权各方面 这一场是肯定很快就会来 另外一个阵营 就是打完仗以后 头上绑着绷带的 然后脚上组个拐杖的 而且还不到十几个 只剩下几个人站在那 然后这时候两边对阵 我不晓得光晴 这一阵 然后台湾百姓 就真的不会再有那种 钟摆觉得说 怎么会两边打成这个样子 不会有相对出现 这样一个效应了吗 其实大家或许找不到答案 我刚刚也苦思这个问题 那就不是iPhone 5 跟iPhone 6的问题 是他根本就没有用iPhone 我是很晚的一批 我是很晚的一批 用iPhone 我是很晚一批 用智慧型手机的 当我拿着那个只能接啊 传传简讯的 然后别人说光晴姐 你怎么还不换 我会跟他讲说 这个东西有多好 那个东西有多不好 其实就是出在说 那个两个是用不同的机器 那这个机器 你看它都用传统的 旧式的 就是包括旧式的组织 包括旧式的系统 旧式的思维 所以当你的这个 中苏神经没有换掉 你的大脑整个 没有换掉的时候 他呈现的就是这样 他或许会认为说 2016的立委 或者是政权 还可以保得住 他会想尽办法 他或许会这样 比如说 比如说的话 我以中古的这个思维好了 我认为费宏泰 就不一定会被淘汰 是因为他的对手 跟他在的这个选区 你不能用台北市 12个行政群 全部沦陷 然后还加上 他跟他太太长期服务 虽然他在实安的这个事件上面 竟然会跟行政院唱同样的调 或是在很多事情上 你看到他讨厌 因为他做那个党编的那个位置 所以就是说 他不能够类比的 但是柯文哲的现象 的确需要学习 只是他们把他 这个用各种负面的解释说 那你看吧 你等着看吧 这个一上台 后来柯P果然会有一点征兆 比如说他把派出所都给 撤掉 或者是说 一下子那个中校东西路 那个专校 一下 把上校弄掉 一下又好像又有点缓下来了 他们就寄望说 好 你们不相信吧 柯文哲就是我们先前跟你们讲的 你们通通都不相信 而且你们风靡的 这些年轻人 你看吧 你等着看 他们还是站在原地 那甚至更积极一点 就是陈文健 他就批这些是报名 所以会采取 就是说我不能接受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在自我保护 其实我们之前 施主席兰坐到这边那一场 我们似乎找到一个空隙 希望说修宪 改制 甚至 陈长文也有上中下策 你姑且他不看待 他是一个反文 至少有提到联合内阁 或者是说 有提到看守 或是我们常讲的 就是说叫马英九 什么都不要做 你就做一个虚位 其实虚位是内阁字的 一个精神 可是我们讲的 他离我们非常远 那我们讲的 其实是一个 你要分权的概念 他可是 他可是用我继续抓权 我们的 看待国民党败钱 反而给他一个机会 大家只看到毛泽国 我刚刚有分析了 我认为他早就要用他 就是准备到那里 那是他自己最内圈的人 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 杜子君不见 对 他突然 就是马英九 对马英九来讲 他突然找到一个 微调的机会 该生的 他把他生上来 那跟我们讲说 你败选 你要负责 你再不改的话 你2016会很惨的时候 他逆向操作 他趁这个时候 把金普冲 把那个 江一化干掉 江一化干掉 那你生一个毛泽国 那换汤不换药 所以有人讲说 他无情无义的 就是说你 你派那个江一化 是为了自保 你看 就有点那个子弹要来了 突然抓江一化出来 就当防弹衣的那种感觉 那你这个人 真的是无情无义啊 他也为你打过 非常多的江灾 他是你的 你党指挥他嘛 你的脑指挥他嘛 他不过就是个CEO嘛 他遂行你的意志嘛 那个9月 去年的9月阵战 他不是也被拉下海 跟着马英九两个人 当那个所谓的什么衰蛋 一起进了那个 所谓的地检署 那你这时候找一个防弹衣 可是呢 你看背后 黄雀在后啦 你看那个毛泽国 就这样升上来了 那是那你别以为是说 是垫上去 不是 他们很早就部署了 就是刘兆璇 交通帮 毛泽国已经等在那里 万一有什么机会的话 万一有什么像这样 现在这个态势的话 他把他推上去 否则不会给他做副手 这个是我们看那个 接班走位 那我刚刚讲到邓正中 马上微调啦 可能杜子军在这个半年中 有一些 发言 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是怎么样 觉得不可用 你还给马英九 我们还给马英九一个契机 所以我看待这个选举 我希望 我们不要探讨 个人王金平的这个话题 你知道我那时候 从那个刘阔才 梁素荣 一直跑到刘松帆 王金平 我是老立法院 你知道 十三兄弟 当时候蔡成舟 他是可以在跨部会 开会的时候 他走进去 他可以影响法案的 我希望那个十三兄弟 那个年代过去了 刘松帆落跑了 王金平也把持立法院 他自己做立委四十几年了 他做副院长跟院长 也够久了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立法院 也需要改革改变 不妨从你们 未来的党主席大战 或者是说你们夺权之战 从这边改起 或者从下一次选举改起 另外我也看到一些进步 以前民进党是一言堂 有一个罗淑蕾造反不得了 罗淑蕾讲一些话 上进节目 有一度要处置他 就是他那个部分 国民党内 可是现在彭怀南 他或许是一个急救章 大家想找一个人 可是我看到是 彭怀南固然不适合 可是背后三十五个人 三十五个人 给你马银酒难开 你赏他耳光以后 另外三个又跳出来了 为什么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邻国阵上次是两强相争 他渔翁得利 他下一次 又要防毒马银酒去毒害他 那你这个那个 我跟你讲 那个所谓的病毒是 他现在不是主席了 马银酒总统嘛 他也会请下去嘛 或者是整个马政府嘛 我是说站在邻国阵的角度来看 他有这次惨痛经验 他也在旁边看 第一个先阻绝马 第二个 你们这些行政官员 你要加强也阻绝掉了 那我是问 民进党还有一个蔡英文 他这边可以去十几次 那边可以去二十几次 而且他拱物他的地位 这些人以后选用什么选 我请问 一个人选吗 全家带上去哭吗 跪吗 不然他靠什么选 所以我看到是 国民党终于有一点杂音了 感受烦了 或许看到这个 还有有一些像朱立伦 二话不说 我们选前讲破嘴了 三重新业 我也觉得那个老厂 很快的数十天就通过 一上任就通过 他之前还说是周锡伟 我们查就是他上任的 那段时间通过的 立刻喊咖 下一步如果你还想角逐大卫 高宇人在桃源航空城的 被扩大征收 太多少人流离失所 扩大征收 以至于他一万多匹的土地 划进所谓的自贸区 我之前就一直在讲这个问题 如果你岳父在你当官的过程当中 还不断的包工程 还有土地的这种争议 你还想角逐大卫 所以你从他这个动作 以及美和事求偿 以及桃源航空城 这个我们讲新的市长 郑文燦可能想去改 所有人只有一个吴志阳 你凭什么拍桌子 拍桌子 选后两个人拍桌子 另外一个是游祁坤 就吴志阳来讲 你凭什么拍桌子 桃源航空城没有问题吗 不是说不能做 是这样做 你两个副县长都出问题了 这次选战 看有些人学得到教训 那就重生了 有些人学不到教训 那就下地狱吧 等等你们 所以佩芬姐 现在国民党里面 真的有这种重生的契机在里面 真的勇敢 这个造反声音会够大吗 其实国民党那个传统文化 刚刚主持人一直在问说 用了那么多的年轻人 为什么得不到年轻人的认同 我想那个年轻人 我以前很早就讲过 所有的年轻人 你充满抱负跟志向的人 你进到国民党以后 就变成另外一种人 就一关楚楚的上班 然后这个西装革履 光鲜亮丽 那我记得那时候 柯P不是海选的时候 我们都有帮他也海选过吗 他海选进去的那些人 还是那个样子 那柯P自己也是那个样子 你要以国民党人的眼光看 柯P那个穿着打扮 就根本不是国民党人的型 可是年轻人看他很过瘾啊 你知道我们常常讲 你不是有拍他吃饭的样子吗 你知道我们跟他吃饭 不管菜怎么上来 那种套餐 不是一克一克上来 分量都很大 他根本不管我们 就自己一根低头猛吃 每一样都吃得光光这样子 吃完以后就跟我说 我告诉你我酒量很好 因为他看人家在烙酒 他说我酒量很好 然后就开始就跟人家烙酒 每一样吃 他就稀里乎乎吃 也不管你们怎么看他 所以你看他昨天出门的时候 前天出门的时候 嘴巴还在吃早餐 就在那边讲话 你知道在国民党里面 是没有那种文化 所以所有的年轻干部 我想你们都见过嘛 不管在府里面 党里面或者换来换去那些 出来真的是人模人样 西装逼挺的 而且官僚气十足 这绝对不是 所以国民党有个魔力 他不是 就是一进了那个大门以后 真的就是那个样子 因为他们那个 我想扣过很多 他们的主委什么东西 都是比照政务官的部长 那当然现在他的那个 威权没有那么多 可是我看他待遇都差不了多少 但是以前国民党那个时候 即使是一个宋楚瑜 去做文工会主委 都还要等一段时间 在新闻局的时候 他一定有个历烈的诊息 现在是什么样子 就都是一些幼女儿童 我这个挑战 我真的是挑战 马英九总统 金普聪秘书长 萧续成何德何能 可以做总统府副秘书长 我真的 我到现在就敢公然挑战 这个在新闻界里面 也没什么伟大见数 在场我们 当然你们不需要跟他比 我跟光晴跑的战役 跟佩芬姐跑的战役 走过的桥 都比他走的路多 我为什么讲这样 就是说这个家伙 是跟那个 那个新闻界联系的 我为了那个 宋耀明那个案子 就是说总统曾经过年 打电话给宋耀明 那我也很生气 就为了总统府 结果呢 李嘉飞那个时候 回了我们一个公文 之后 萧续成不敢接我电话 就不敢沟通了 还得靠别人沟通 然后没事 还假装他 好像是一个 某个人的传话人士的 什么 你连马和新都不是 我今天否认 他不是马和新 周姐 周姐这样好了 我听过你 至少我们同台 你讲了三次 这个所谓的马又又 按照整个政权 都岌岌可为了 以及国民党都败成这样了 那中生代都快被马英九干光了 2016可能不保的情况下 就比例原则 你应该劈马金的嘛 萧续成 萧续成绝对不是 这我们重点 太浪费时间了嘛 这马又太浪费时间 他不是我们 我们 左右我们政局的嘛 我告诉你 我批评的就是马金嘛 马金用的人 萧续成谁用的嘛 杜志强是谁用的嘛 那些家伙 党里面的那些幼幼军 是谁用的嘛 所以我刚刚讲 陈野金普冲 拜野金普冲 但是 你那边应该很多秘星啊 应该可以多讲一下 马金品之下 你应该很多秘星啊 我没有很多秘星 我讲的就是马又又 我很早出来 就已经讲马又又 关于金普冲 个人的很多形式 被人家传言当中的 深深密密的事 我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些 正规的来往 但是萧续成 罗志强 他就是2012年以后 马总统的声望 跟马总统的总统府 乱成一团的重要的因素 罗志强是一个 萧续成是一个 为什么用罗志强 为什么用萧续成 马总统 你自己造成的 因为你脱不了 金老师对你的决定的 这个 这个辅助 所以你要用一个传话的人 就是这么简单 讲到这里 悲哀呀 所以 国民党里的老爷爷 老奶奶 别再怪我了 我们如果不公然的 再批评的话 这个党会继续的 螺旋下降当中 这些家伙 你越讲他 他又越抱在一起 然后你讲他 我有一次讲 那个顶兴卫家 是马和兴啊 马总统的人 帮他安排的 那个 那个 魏英冲 魏英行吧 进总统府 结果呢 马总统就去问 其中一个说 你有没有贪污啊 那个人刚才说 我没有了 然后那个人就说 叫一个 另外一个人 传话给我说 我没贪污啊 所以 你怎么监督 这个政府嘛 那我们只好 公开的讲嘛 我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马英九总统 为什么到昨天 我认为他用 毛治国 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 都是很可恶 令人无法接受的 我只能 我只能在脸书上 写不能讲出来 叫王叉叉 为什么 他们要努力去化解 这一次选举出来的 民间的氛围 就是朝野和解 你为什么连 对话都不对话 你为什么连 仕途都不仕途 然后今天还推卸责任 说我找了彭怀南 这是什么理由啊 这个立法委员 叫你找彭怀南 彭怀南是不是 你自己想一想 他有没有朝野和解的能力 没有啊 我告诉你 他如果今天 去海选一个隔魁 我还服了他了呢 所以 马总统真的没有救了 马总统没有救 未来是这一年六个月 这个国家是很困难的 他有找到 刚刚刚 我只补一点点 刚刚最后讲 客户讲说 说那些人 宋楚瑜曾经做过什么 做过什么 才去文工会做主任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在副工会 然后有一个国道代表 国民大会来废掉以后 他就一直要做副主任 你知道他谋了多久吗 谋了三年还是四年 都谋不到一个副主任 那因为他们说 副主任机 你至少要做过立法委员 以上你才能做 那现在那些小朋友 他只能觉得他身不丰湿 他如果要长在现在就好了 那我当初能够进去是特案 所以我觉得他刚刚讲的 没错 真的是没有 这个位置一定是要有一些历练的 那个历练 它不只是年纪的历练 年纪其实我觉得 大家的重点不是在年纪 而是你在不同的位置上面的时候 你知道像刚刚 不管光宇霍 柯姐讲的那个 你要是人家只是客气的 讲说走过的桥 比你走过的路多 那意思是说 我经过的很多事情 我知道这些事情发生的过程 它结束 或它中间有什么转折 那人总是要有一些这样的历练 我觉得它是一个 大家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所以你现在听起来 就会发现国民党 现在蛮惨的 你知道吗 这位柯柯姐 讲到她就是一个马又又 然后完全不可用的 国民党的老的那一代 被大家认为说 她已经跟社会 跟完全脱节了 那国民党老的不能用 小的不能用 还有谁能用 因为国民党没有 中生代在这一帐 全部有被打破 所以如果这样讲 那国民党真垮了 你知道吗 我会这样觉得 你看民进党 他当时跌倒之后 民进党在青年的那一块 他做的很扎 国民党有没有做 国民党也做 国民党也做青年军 而且那个副招 副总招好像 还叫做连胜文 他当时被视为是 整个国民党年轻的 那一代的那个代表 还有灵异式 还有灵异式 结果你后来看到了 国民党那个时候 所做出来的青年军 到现在还有谁 活在台面上 青年军理论上来讲 就是为国民党投注心血 那你现在看起来 国民党确实在这86年里面 马英九主政的这6年里面 我听到很多人的批评是 马英九为了用他所谓的改革 颠覆了国民党过往的传统 他屏气了以前 你要等对不对 不要 我认为他有能力 他就有资格做大位 可是因为他这样彻底 颠覆6年之后 整个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了 原来的那个管道 大家不见了 各自寻求发展 所以我会比较觉得 就是说 以现在来看国民党 他唯一能够再跟民意 有所直接接触的 应该是在地方基层的 民意代表 或者是立法委员的那一块 那立法委员那一块 在这几年里面 其实是被马英九排除 在党务系统之外 如果他认为说 国民党里面的 不管是anyway 任何一个 他会在想要 再接国民党在一起的人 我会认为说 如果他能够把 所谓的民意系统的那一块 让他回到党务里面去 他可能会比较 有助于国民党 度过这一段事情 但是这次的伤 我觉得是重的 我刚刚前面就讲 其实你知道 现在的国民党 面对到的那个民进党 那两乡泰式 两军列阵一排出来 不能看的感觉 你知道吗 坦克车跟脚踏车 这个差很大 就像我讲过 投名状里面 以前我在有台 一个法律报效剧的节目里面 我们找白云啊 什么什么彩华 他们来演那个 我觉得很好笑 我们演那个投名状 然后演那个投名状 那投名状里面 不是有 抢钱 抢粮 抢娘们 有没有 然后就后来 白云他们就演 那个投名状 那些三匪 然后抢完以后 然后白云他们就 有一个小鬼 Gino还是谁 就抢了彩华回来 然后白云就说 我叫你抢钱 抢粮 抢娘们 你给我抢个娘回来干什么 当然那是个玩笑话 可是我告诉你的意思就是说 当现在面临到 民进党一字排开 然后跟中央就直接跟你讲说 给我钱 给我权 我不要在你之下 包括什么统筹分配款 每天看你脸色 或什么的时候 国民党摆出来的正式 当这样一看 尤其你讲那个立委 难道不会出现 人家讲国民党 现在还面临到 可能跟科学姐讲说 还没有到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个分崩离析式 政治是很现实的 当我发现挂你的logo 我可能会挂的时候 尤其在地方上 我还要延续什么家族香火也好 什么香火也好 那我可不可能改职换起 我可能会这样 那接下来就 一路兵败如山岛 就不得了了 国民党现在面临到 问题很多 我觉得马英九 最自私的地方是 他真的没有为国民党想 他如果真的为国民党想 他就会想办法 想一下 马英九走了之后 有谁能够让国民党 再往前走 我讲实话 这是很多国民党人 在最痛恨马英九的地方 就在这里 他用他自己的小盒子 基本上他只想 巩固自己的权力 他并不是为国民党 要培养后代 所以当国民党 当马英九离开国民党之后 当他真正离开 我觉得真正离开 他连总统都吓了之后 那一批他的同志军 我想大概会全部跟着走 可是现在问题回来 就是说 如果国民党现在还要去想 是说我的阵容排开 能不能跟民进党 去相抗衡 我老实讲 那也太无聊了一点点 我倒这样觉得 如果今天国民党 真的想再战起来 有人认为说 今天国民党扶不起来了 他要走 你就让他走吧 如果你今天只是为了说 我要想尽办法留住这些人 我再来就跟他讲 你国民党还能剩下给人家什么 很多人 我讲实话 如果今天从政 都只是为了自私的想说 我看你随小 你没那个机会 我就要离开 我讲这个 他就算留在党内 他也是一个力度 国民党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但是我一直强调说 国民党人的特质 我觉得要弄 就是说以前说 那个你领袖主义国家 这样子 你要信仰三民主义 你去参加国民党 现在的国民 很多国民党人 他不是因为信仰三民主义 他是想 我参加这个党 我可以从政 可以这个参选 可以出来 所以你说 现在的国民党人 他根本就不知道 国民党的宗旨是什么 魂在哪里 主义是什么 魂在哪里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所以你看当初新党出去 他是新国民党 一线新国民党 摇着黄旗就当选 后来又 清明党也是摇着 穿着橘色就当选 等到他发现 刚刚主持人讲 等到他发现 黄旗不管用 他就回到国民党 或者跑到清明党 清明党不管用 就回到国民党 这也就是宋楚瑜最深的痛 你知道他本来 四十六席立委 那时候全盛时期 现在跑得光光 所以你就在想 他根本政治动物 本来就是 游牧民族 逐水草 民进党执政期间 家义线 那个板块 曾经整个翻 陈明文 陈明文跟张花冠 原来都是国民党 那因为许姓良的一个智囊 吴芳明去策反 一系变天 所以我想 习归我挂扁 国民党 当然上一次选立委的时候 2012那一议 其实是总统绑立委 让马英九能够胜出 如果说三十小株消印 而没有绑立委 我相信以蔡英文 跟马英九的对视 可能是民进党会改写历史 但一直提到说 马又又 其实阿扁执政时代 那时候大家也笑他 同军治国 其实年轻人是有创意的 我们这次看选举 显到这样子 算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年轻人的效应 是 从太阳花到 现在的这个氛围 已经让他们见识到 从国外的这个 外国人的这个 日本的媒体的分析 其实他们现在觉得 最大的变数是 柯文哲 政治所玩 对之数 现在不是民进党 民进党看起来是 是胜选 其实啊 变数最大的 因为民进党也管不了他 对 民进党一定管不了他 就是2016年 如果不是民进党 当选总统的话 那八年以后 这个 无党籍的八年的 首都市长奇迹 会不会变成国家奇迹呢 我不认为 事情是这么简单 所以蔡英文女士 为什么前几天 也都非常戒慎恐惧 政局的发展 在柯文哲的速度效应之下 变得非常非常快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国民党也不必伤心 我觉得因为 因为是因为 坦克车跟脚跨车不一样了 那可是有的时候 脚跨车一装装 一个什么快速的 什么东西的 这个之后 他对啊 他又可以翻回来啊 我的意思是这样 但是我前面在讲 刚才讲到说 马又又 马又又最大的原因啊 是因为2008年 马又又太容易当选了 所以那个时候 金普聪就不小心 弄了一堆小帮派嘛 那凭梁心想 那时候真的 这个金小寇都可以 让马又又得那么多票 那他就成立了 让罗志强去搞了一个 什么青年军 对不对 然后那个青年军 就号称是国民党的 接班团队 那这个接班团队 就很容易在2012年的时候 打赢了仗之后 就每个人吃香喝辣去了 刚才任郡说 这些人都要走 但他们有付出代价吗 没有 他们都还好几年 都在里面 在那个官僚体系里面 这个 那个 移植气势 对不对 严考会副主委 从那个总统府的发言人 就可以去了 一个李嘉飞 我现在不是说 去打落水狗啊 才在中央社 做了七年记者 就可以跑到总统府 去做发言人 我们不是都讲过了吗 马总统的身边的人 也不听啊 我还跟一个 副秘书长都说了 这种发言人 怎么不换呢 当然他们说 要等金先生回来再说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一段的过程里面 马金确实要负起 非常大的责任 非常非常大 如果这个非常大的责任 是马金要负的话 那国民党重生的机会 是在的 我觉得国民党 如果好好的 跟我们这些人 私下聊聊 搞不好 还可以有重生 换句话说 国民党今天的败局 马金如果要负80% 马又又要负80%当中的 60%的责任的话 那国民党可以重生的机会 太大了 换人 这个党就可以重来了 哎 拍拍手啊 我讲的是实话 所以国民党的老党员 你们不要灰心上志吗 有什么好灰心上志的 作散了团体 修灰了志气 其实库库讲的是有道理的 你知道他刚刚讲到柯P 我觉得柯P不是民进党能够掌控 而且他在他眼里 蔡英文不在他眼里 所以你未来 你知道民进党人 现在内心深处 对他是不爽的 你知道比如说 已经开始有些 在旁边人言人语这样子 只是不敢服出台面而已 所以换句话说 国民党不是没有机会 只要你自己站得起来 根本不用在乎 问题是国民党没有机会 怎么讲 猜两个部分讲 2016总统大卫 国民党没有机会 但是2016的立委选举 国民党还是很有机会 你猜两块讲 因为民党最实际的状况就是 他在北部 中北部有很多选区 他也推不出太适合的人选 就像国民党在中南部 某些选区 他根本找不到适合的人选 甚至到了 过了家以后 那是一片荒芜 那 那你在 没有荒芜 这根本没有人嘛 根本就没有人了嘛 输44万票 然后你像林国正 林国正是要靠绿营的分裂 你才有机会嘛 当绿营只要退一席的时候 林国正怎么办呢 你给他再多资源 他都改不了那个结构嘛 那 国民党也说 这些马又又有 那么了不起 我也不认为 因为 阿扁的同志军 他们都是可以 可以马上打天下 但是你就下马无法治天下 同志军一样 他们负责的位置 都是文宣系统 国民党的整个问题是在于 马英杰要改革 但他什么也没改 就像刚才光临立的那个 行政院那个副院长 江颖化都坐过那些位置 二十几个小组 每一个都是问题 但是呢 一年过去了 什么也没改 他看到问题了 或者他面对到问题了 但是没改 国民党的老的势力 也一样还在 你到正一样 为什么毛治国 找不到人了啦 也没有那么复杂 就找不到人了 你的眼前能够用的 最安全的就是毛治国 如果他今天可以找到彭华人 你认为他不会用彭华人吗 彭华人为什么要跳出来 也不可能 甚至彭华人以难以外的人 毛治国可以用 你不能再把刘兆玄找回来吗 当年不是说三顾毛鲁 而且他听说还是编着三顾毛鲁 马英杰现在找不到人 也乱的套 我也不相信金武松多厉害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国民党之所以乱的问题是 互相不信任 所有人看得到 像我们在做民调 朱立伦的民调声望 是从台中开始超越赖清德 我们那时候做赖清德跟朱立伦 差不多两个月前 朱立伦只要在台中以北 永远是第一 赖清德从 台中以南 才有机会 那就两多 但朱立伦为什么不敢出来 看到是吴敦义 不晓得这是个局 还是吴敦义真的不要 你进来了之后 你抓了党权有用吗 你没有行政院的配合 你能够做什么事情 所以国民党在互相猜忌之下 老人家还要找位置 他的总统就没了 就看谁愿意当炮灰当牺牲品 但是他的立委呢 在中北部他还是很强 一句 刚刚他说那些马又又只负责文宣 不是主发会主委 那是多重要的位置 是李焕他们做的位置 那苏俊斌去做 请问一下 他有什么功能 苏俊斌的关系 也都经过一定的历练 我觉得 佩文姐 此一时彼此的 不能再拿小蒋时代 或李登辉时代 因为不同世代 同样 苏俊斌他历练过 他桃园县 对 但是他坐在当中 他真的提到设时间了 真正的又又是其他人了 毛治国会出来 大概这篇社论写得很好 谁当垃圾时间的 葛葵 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一刻 球赛 对 所以柯文哲 刚刚不要一直再给他 柯哲了 柯文哲其实就是读牧洲 读来读王 他绝对不会想要去问你大卫 八年后 他大概就回到台大去了 他必须有发四年 他八年后又把这些事 超越新加坡 他就可以乖乖再回来 柯文哲现在是一切都可以 明天党现在有他三个月的实践 那上个礼拜 没有人知道 会到今天的时候 大家是这个样子的讨论 OK 我相信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不管是再朝在野的 也没有一个人想到会是这样 那下个礼拜会是怎么样 好歹 不管是格魁啦 或是国民党的代理党魁啦 什么全部都出列 那在野党也已经就整个台湾局势 发表了声明跟看法 下个礼拜会是怎么样呢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谢谢所有来宾 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 接下来 请收听新闻 追逐追 晚安 晚安 abl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